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冯德拉恩访问中国的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呢 我大概其实现在搞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的 因为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去 我一直不明白马克龙 是马克龙邀请他去的 我就不明白马克龙为什么邀请他去 我现在大致大致搞清楚了 哎呀是这样子 这个马克龙去中国呢 是几个月前就开始计划的事情 他这种事情肯定不会说就是忽然之间 我今天想去明天就去了 肯定不会的了 然后他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中国这个经济复苏的时候 他可以想从当中沾点什么 这肯定是他的想法是这个 但是呢他这个 后来不是我们习大大和古大帝一块会会面 谈得很好 这个他们两人的会面吧 确实很让西方很不舒服 很紧张 这是真的 虽然说他们也一直知道中国关系是不错的 但是就是当面谈得这么好 那个两个人这么放松 然后我还说大大 尤其说了百年未有之大便局这种话 这个我们一块来怎么怎么着 弄得他们特别紧张 而且接下来你看啊 你其实后面你能看出他们谈了什么 一定是谈到这个去明元化 因为接下来这个俄罗斯普京不就宣布了吗 他们后面不是俄罗斯的一个对外的贸易 就要很多时候要用元 要用人民币什么的 等等了你就能看出来 那么确实西方对这件事很紧张 所以呢这个 这不是什么西班牙什么什么来了以后 他们其实都多多少少会提一下俄乌战争的事情 然后呢这不是马克龙本来就计划要来吗 那么美国这边呢就 想说你去你也得去聊这件事情 你也得去给中国施加压力 你要中国要起到他为这个俄乌战争 这个和平要那个什么什么 他所谓的和平所谓的停战 就是想要中国不要再去支持俄罗斯 他并不是想要这两方面真的好好坐下来谈 他不是的 他觉得就是俄罗斯盯得住 就是因为有中国还有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在支持了 但他就觉得中国是个领头的 那么他就认为只要中国停止对俄罗斯的支持 俄罗斯会垮 还有人这么认为 美国的这个华盛顿 还有人这么认为 所以呢他们就跟马克龙就说了 你去你就要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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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龙想我去是谈经济的 我干嘛要去惹这个事情 所以他就邀请了冯德莱恩 这是我的看法 这是这是我从我一系列的文章读下来 我的看法就是马克龙想说 我不去看这事 我让冯德莱恩去 所以他就去邀请了冯德莱恩 他就说你跟我一块去 那还不是说跟着飞机一块去 就说咱们俩同时到北京去 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确实是从马克龙来讲 也想把这件事情跟跟他分开 他就是来谈经济的 说到底 他就是来想要来签点单 那个怎么着的 他不想把这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混在一起 我是他我也 我想我也会是这么做 对不对 所以冯德莱恩才来的 冯德莱恩的来 美国可能觉得挺好的 他还有点监视着吧 马克龙的意思吧 可能还有点这意思 给马克龙也施加点压力吧 然后怎么怎么着 那中国政府一看 看明白这件事情以后 那行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就帮你们两个人分开处理 对不对 马克龙是马克龙 他是法国总统 好 红地毯该怎么怎么着 怎么着 对吧 一通的 让他来的特别的美 特别的舒服 冯德莱恩那就得冷处理 你是来给我找茬的 而且冯德莱恩自己来之前 还说了一通 欧洲要跟中国要脱钩 什么什么 啪啦啪啦一通 你都要去了 你还这样子 那行了 那你要来行 我不能说不让你来吧 对吧 那就这样 你就坐着一般的航空航班 你就来 走的时候 你也跟着一般的航空航班来 当中一共三个人坐下来 马克龙 冯德莱恩再加上 中国的领导人 三个人一共坐下来就一次 然后就中国领导人 再跟冯德莱恩一次块开了个会 开完了就完了 您可以走了 对吧 您干干嘛的事情 您已经干完了 我没有别的事情再给你安排了 你可以走了 那确实是 冯德莱恩一个人待在那干嘛呢 他也只能走 而且 中国领导人还带着马克龙到南方去了 对不对 没有跟冯德莱恩就更远了 你要说大家都在北京 是不是还可以再找机会 再聊再怎么着的 现在我们干脆走了 把他给扔在北京 那他更没有必要待下去 他只能走 对不对 所以呢 他走的时候呢 也没有人去送他 我觉得挺不可思议的是什么 你让他坐这个普通的民航也就算了 甚至没有让他走那个通道 VIP的通道 VIP通道连我都走过 北京的没有 我走过印尼的 就是说比较好的旅馆 如果你住的那个旅馆是比较高档的旅馆 他有的时候旅馆会有人到机场来 然后在那个就是你那个飞机一下来 他接你 然后带你到一个特别的通道 VIP通道 居然冯德莱恩这次连那个VIP通道都没给他 就给他 让他像普通人一样 那个过关 然后查这个 查那个该脱鞋脱鞋 该解皮带下 就这件事情上呢 有好多人就是把他推特 把这件事情放着 然后上头还有一张照片 他过那个海关的时候 也不知道谁给放的照片 这一下呢 让那个网友呢 就炸了过了 西方的网友特高兴 因为恨他的人很多 我这儿呢就截了一点 就是说让大家看看 这个网友都写了些什么 你看啊 我这上头是有那个 从油管上 还有推特上 把我随便摘了几个 这个 这个人他就说 他说我 我的这一天啊 都快乐 就因为我看到了这个 冯德兰离开中国的时候 他得拿着那个 护照 就像普通人一样 他说这个 让我今天一天都快乐 这个人呢 他说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中国人 反正他们是有打刺的 他说你看那个 你要是朋友还是敌人 他们分的很清楚 这个人就特欣赏这一点 然后这个人是说 这张冯德兰 离开这个中国的海关的这个 说的这事情太好了 说着那个对中国 对欧洲都很好 对欧盟都非常非常好 这个人说 哎呀我刚看到 我有点晚了 但是这个 关于冯德兰离开中国这个 这将是那个 传奇性的 以后一定是传奇性的 就是说这件事情 已经进入载入历史了 这意思 这些人呢 他就说 我特欣赏中国人 对付这帮愚蠢的西方的人 说对马克龙呢 是一通的 一通的招待 毕竟他是 法国的一个国家的总统 对不对 这个对对这个 冯德兰离让他就 离开这个机场的时候 就像普通人一样 哎呀他说这简直是无价的 就是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状况 还有一件事情 我稍微聊一句 我刚看到就是 美国最近做了一个民调 好像是一个月前吧 就是爱国主义 美国的爱国主义 现在的降至最低 历史新低 38% 就是说我很爱我的国家 现在只有38% 这确实是挺低的 真的很低 那最高的时候 好像也就几年前吧 大概可能是五六年前 就有70% 这个东西吧 跟美国现状啊 就是说他的各方面 都在往下滑 是特别有关系的 美国这个国家 他因为多民族嘛 他什么人都有 其实他没有那种 民族的那种 联系在一起 那种纽带 把人联系在一起 像我们都说 华夏就是 那个炎黄子孙 对吧 都是华人 就说有那种 文化上的那种 民族感情上的那种 联系在一起 美国呢 缺少这个 来美国的人 都是来赚钱的 说句老实话 都是来淘金的 对不对 都是觉得 我们国家 我的工资太低 我这儿工资高了 我就来了 对吧 或者是美国的 那个同样的钱 我在美国 可以买个大宅子 便宜很多 有地嘛 是不是 等等了 就说来美国的人 其实目的很简单 就是觉得 我可以到这儿 来生活更好 主要是物质上 精神上的东西 其实是没什么 说句老实话 那你要现在这个 美国 你要能把人 维系住 就是所谓的爱国人 人士啊 就是大家都很爱国的话 你确实需要 你的经济 一直是比较好 就是这种机会 一直是有的 对吧 总是让人的这个生活 总是觉得 比原来好 但是他现在确实 尤其这个通货膨胀 真的是伤害很多人的 美国本来就多数人 没有太多的存款 百分之四五十吧 可能百分之六十的人 手上的存款 不超过五百五百美元 也就是说 他真的是月光足 就是说我这 这个月的工资来了 赶紧把该付的东西付了 然后很快就没了 钱就没了 就等下一个工资了 他没有什么存款 对于这样的人 通货膨胀是很伤害 很厉害 因为他一分钱一分钱 他都不能多呀 对不对 他都全化光的嘛 所以你那个钱 涨一点 湿一点 这个是很明显 对吧 然后你与此同时 不仅仅说你自己的手上 手头紧了 你与此同时能看得到的呀 这个路美没人修 然后无家可贵的人 越来越多 天天发生枪击战 今天昨天又发生 枪击又来 嗯 是哪儿 肯塔吉吧 什么地方 死了 一个银行里头 里头死的人里头 还有一个是州长的朋友 州长的很亲密的朋友 就是肯塔吉州的州长 是一个银行里头 一个人他被解雇了 然后他就去 拿了墙里扫 那些人再开会一扫 啊 所以你就天天又听到这种事情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 零元购了 那你想 这样的状况 你怎么可能说 你很爱这个国家 对不对 就是你要爱国家 确实也要国家 也要爱你 对不对 你就从这个国家 能够拿到很多好处 很多的那个 受益很多 你自然就会对这个国家 就因为你本来来的目的 待在这的目的 就是为了赚钱 为了让你的生活好 那如果这一点 这个国家 现在没有这种机会了 他不能够给你提供 这样的机会 甚至说 他不能够提供给 所有的人一个平等的 这样的机会 自然这个爱国率就下降 肯定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我正好 刚看到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